你可曾听说过雪山悬崖 曾让人魂绕梦前 传说中有宝藏在上面 也藏着万丈深渊 聪明的 愚笨的 善良的人 都是你熟悉的人 在山坡 在悬崖 在巡峰 云端 在这人世界 让雪花纷纷扬扬 爱你良的人 忘了得 1000年 是不怜 被闪队 但买都奖着 再做一次 但穿住 us在港 必须很惰难 所以不管怎么着 我都得失国体 民愿 我也没法子 沈大人好手段 范大人误会了 来 给给你 老高 去后边运货的马车上 有个长条布卷 帮我拿过来 是 大人 给 大人 老毛 把车架稳点 明白 诸位 这一面 是我庆国边军第七营的战旗 边境一战 第一面插上你们北齐国土的 就是这旗子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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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大人 重怒难犯 你这样我可帮不了你 老高 借刀一用 好嘞 如今 这战旗还要进儿等的皇宫 也不妨是一桩美谈 握着才会多嘴 血泳扔在车 尽管尝试将我击落车顶 斩断齐竿 只不过 北齐怕是没有这样的好汉了 我乃渝林军舞效营 驟 折离 下一位 陛下 御林军转告 南庆使臣范贤立于车顶 插其挑衅 和其犯恨背面 请陛下下旨 施责的蛮图 启禀陛下 边境送来急报 南庆边军诸部同时移营 潜压三十里就停在边境线上了 陛下 兵部传来消息 边境被欺骗黄乱 边境被欺骗黄乱 多是避让 唯有纷争 告诉边境 原地主张 不许进 也不许进 起退 那北齐将会是胆战先进的 按时日 范贤应该到北齐国都了吧 不出意外应该如此 他会不会惹出什么乱子 陛下 边境押击是为了反贤 他是我沁国使臣 即使惹出什么乱子 有百万边境为他撑腰 好 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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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大人想不想出手啊 诸位 有不要脸面的 也可以按键伤人 范某接着便是 大人小心了 沈大人 何大人 检察院记录过九品 九品也来懒路 大人 林沙的程据术是他徒弟 河下是为弟子寻仇来的 大人 真气不错 下一剑可见生死 他过来时怎能刀兵想象 岂不乱了理说 范大人 前方就是皇宫了 你这般挑衅 是要再起战事吗 你这般的 我可是吓着了 不会再有人砸我了吧 范大人不如先暂留此处 我去前方打点 沈大人请便 大人倒酒瓶了 你 你受伤了 没事 那还是和酒瓶差不多了 我练的是霸道真气 这么霸气的名字啊 真气特殊 爆发力强 一路上跟上山湖海棠躲躲一战 又有突破 若纯凭真气强度 可与酒瓶一战 掌控细微却极为不足 难怪大人要上这车顶插旗 为什么 我站在车顶 就是为了避开昭石身法 刚才和道人要是想击落我 只能凌空而上 纯凭真气强度 这是我占了便宜 那和道人要是再注意见 我若不让 怕是要重伤 那刚才沈仲 为什么要上来拦住他 我是沁国政使 我若出事 必有大战 北齐现在打不起第二仗 沈仲他借国民羞辱我 是想打压使船的士气 但是他不敢让我真的出事 起码不能在他的保护下出事 所以咱们是立于不败之地 从这近况看 咱们这一行恐怕不会顺利 这地儿也飞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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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样 诸位 瞧着如何呀 气势恢弘 我大齐才是天下正统 你们沁国墨学厚进 皇宫都是学着造的 墨学厚进还赢了国战呢 半大人言辞锋利 不比身手差 跟沈大人学的 走吧 陛下还等着呢 走着 大人 陛下要见的只你一人 南庆使臣到 外臣范贤 见过北齐皇帝陛下 特此奉上我朝陛下亲你国书 好 范公子的书 写到第几章了 今天就到这儿 众卿下去吧 臣等告罪 对 范公子 你且留下 陪朕说说闲话 上来便是 王兄 好像都出来了 沈大人 我家大人哪 范贤做了什么 男欢女爱 人之常情嘛 什么男欢女爱 那你问的是什么 陛下为何管他叫范公子 范公子 你们北齐的皇帝 向来都这么称臣子吗 从未曾有过 那是为何 那是为何呀 我怎么知道啊 那我们俩都更不知道 那我们俩都更不知道啊 兴许是 贵国的皇帝 李贤下世 是 这未免也太客气了些吧 母后 孩儿见照范贤心中喜悦 故儿失礼 心中喜悦 还请母后宽恕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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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就是南庆诗神 外城惶恐 担不起诗神二子 拜见太后 起来吧 皇帝爱极了你的诗啊 陛下想跟他聊些什么呢 闲谈诗文 还请母后恩准 你是皇帝 可以自己做主 要想谈诗文 谈便是了 大殿威严 不便交心 朕想范贤陪着走动走动 母后辛劳正事 还是回宫歇息吧 是这大殿威严 还是哀家 太威严了呢 母后雍容和雅 天下皆知 那好 哀家陪你们一同走都走动 母后辛劳 岂敢劳烦 陛下 陛下既然如此说 那哀家回宫便是了 你小师姑来了 要想闲谈 就请小师姑陪同吧 恭送母后 小师姑 小师姑何时回得上京啊 昨日回京 家师忧心宫中恶人太多 顾遣民女回宫 恶人 是 这世上恶人众多 有的狡诈奸华 有的无耻阴险 有的还会给别人下药 防不胜防 四个人 小师姑娘 这一位 有的核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在此处歇歇吧 拍栏杆 零花吹柄 好诗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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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歌经得 浮云散 好诗句 好诗 拍朕马屁的人众多 拍得如此漫不经心 范贤 你是第一人 外甥惶恐 小诗姑平时不肯入宫 今日既然来了 好生生生井便是 这宫殿太美 美得朕 都没心思出宫走走 范公子 觉得我宫中景色如何 好 好在何处 有数 真会夸人 范公子可知 朕为何要将你留下 请陛下明示 两个原因 第一 朕喜爱你的文采 你化名所写红楼 朕爱不释手 不过这新章回出的速度 的确慢了些 外臣尽量看 再来便是你的诗集 一页诗尽天下文 这诗集一出 朕也不敢再作诗了 陛下写的诗好 外臣不敢当 请坐 其实还有第二个原因 范公子一路北上 看我大旗风貌如何 山清水秀 雾华天宝 那比你南庆如何 那没法比 南庆的宫墙 都比这矮上许多 靠近水沟 尽是些马尿味 小师姑说你无赖 朕还不信 今日一看 果真如此 我跟这位 应是初次见面才是 怎会如此评价 真没见过 没见过 她是海棠 可还记得 原来是北齐圣女 海棠姑娘 久仰久仰 我看是范公子 记性不太好 我跟这位 确实是初次见面才是 石林里一站 这就忘了 不是还下了药吗 您怎么 你还跟她说 要帮她和母后 从我这小皇帝手里夺权 帮你跟太后 从北齐小皇帝手里夺权 谁说我是太后一档的 你老师是国师苦阁 自然要站队 小皇帝一档 太后一档 还有一个上山虎 两步相帮 上山虎要救孝文 你要杀孝文 你们自然不是一伙的 我也可以是陛下一档 你以为 我不会让小师姑 在南庆动手 所以认定她是母后的人 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好词句 你不是 其实你猜错了 表面上是太后进尘 其实 其实与我一档 那这事没别人知道吧 这皇宫境内 知道的就我们三人 陛下只是喜欢那范贤的文笔 才会留她闲谈 不必多虑 可范贤还是 监察院的提私 其人颇有手段 若与陛下单独相见 只怕 我让海棠同行 有圣女在 自然无妨 有海棠同行 我想 这陛下和那范贤 也说不了什么秘密 范公子可是紧张了 如此私密陛下说给我听 接下来怕不上灭口 杀了你 谁来把红楼写下去 有何疑惑 但问无妨 那杀萧恩也是陛下的意思 私里里就不顾了 不是朕的意思 杀萧恩是老师的嘱托 与陛下无关 你们这北齐关系够乱的 确实是 那陛下既然把这绝密告诉了我 却又不灭口 所为何意啊 你不是要联手吗 帮谁都一样 何不帮朕 陛下要外臣怎么帮 沈仲一等 权倾朝野 爪牙遍布 偏又对母后忠心不二 我记得 在边境沈仲曾经杀过一个宫中嬷嬷 那还是贵朝太后的旧人 她就是这么忠心不二的 臣已查清楚底细 那默默家人 那默默家人近日收到一笔良田巨款 这一根溯源是私里间的手笔 皇上收买的 这种人留不得 皇上虽说年轻 可这心思却重 阿家所做这一切 不都是为了护住我这大齐江山吗 太后苦心天地可见 你这一刀 皇上可不会高兴啊 臣顾不了许多 臣只为扫除太后身策奸命 那为何不撤去她的官职啊 牵一发而动全身 沈仲身后牵连众多 又由母后护持 谈何容易 那我能有什么法子呀 范公子单刀护旗 一路入宫 也曾在南庆京都 隔沙成巨树 这般身手要杀一个沈仲 想是不难吧 海棠姑娘身手抄绝 她杀人比我合适啊 小师姑出手了 母后还会信她吗 陛下手下就没几个高手了 我手下的人沈仲了如指掌 一旦调动力声警觉 明白了 所以还是我杀最合适 我是沈国人 如果沈仲被我杀了 没人怀疑陛下这边 是这道理 到时候再把我斩首示众 陛下拉拢了人心 外城客死他乡 这真是互帮互助 人间佳话呀 范公子 这是不愿 我为什么要冒这个险啊 你来齐国是为了什么 送回萧恩 接走颜冰云 颜冰云就在沈仲手里 但人他迟早要放 就算是贵国太后 也不希望再打一仗吧 人是会放 什么时候可难说 那他用什么理由 把我留在上京呢 那你得去问他呀 好 我现在出宫就去问 陛下要是不杀我的话 那我先告退了 小师姑 替我好好送送范公子 嗯 外城告退 会再见的 叫什么 我想起来了 乡间村妇待懒时 便是这般走路的 我也懒 好笑吗 我喜欢这姿势 是呀 如有其瞒 天诛地灭 我还以为你们陛下 不会让我出宫呢 为什么 知道你们的秘密啊 他爱看你的书 我不会杀你的 不是托辞 不是 你话比以前少了 要不是走路姿势不变 我都不敢认哪 我是圣女 话多怎么圣 你在乎别人看法 我老是让我在宫里 就得这么装着 所以我不爱经过 跟我在一块不必拘束啊 跟你关系很好嘛 你还给我下药 姑娘若是介意的话 也可以给我下药 非常不可 天底下能迷倒我的药 可不好找 你等着 行了 我试试 那你得抓紧事 接到严冰云之后 我就回庆国了 陛下说了 你暂时回不去 沈仲也不会把严冰云 就这么给你的 那是你们陛下年纪太小 不懂正事 要想把我留在上京 得找一个理由 不能抢留 这理由要合情合理 让两国都能接受 这种理由 可不是那么好找的 你说什么 你说什么 我朝太后寿臣在即 正好范大人多留几日 同贺大寿 也是加身两国和善 我有使命在身呢 贵国以然应远 谁答应的 稍等啊 二位 我已经安排你们携使团 先行回驻地休息 我要跟你家大人散散步 下行 为邃 为邃 闺 下行 上行 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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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陈远渣 陈远渣 这是早知道我要来啊 我哪有设本事 那是朕准备的 陛下 北齐那边要留范贤 分明是另有巨星 敌国王都多留一日 便多一日风险 您怎么还就答应了呢 坐下钓鱼 要留使团 自然是你们那位皇帝点的头啊 难道范大人想抗旨 如果真是如此的话 庆国待不下去 我大齐随时为范大人敞开大门 欢迎阁下拨乱反正 过寿也行 先让我把颜冰云接回室 人质交接 等范大人回庆国再说吧 沈大人是想扣押不放吗 还有些问题要问 范大人再等等 那让我先见见他 好 待我慢慢安排 什么时候 不急 手续繁杂 范大人耐心等着就是了 那我若是非要见呢 那范大人 不如自己去找找看 听我说啊 我家大人他不在 他真的是不在呀 沈大人 这是何意啊 扔刀到脚下 是我大齐习俗 便是邀请使前武道决斗 范大人单刀护其转眼全开 要与你交手的正陆续赶来 范大人保重 沈某告辞 你就是范贤 老子要跟你比武 大人 若不赢战 我们便是视作认输 声名俱丧啊 老高 我在 敢不敢打架 好啊 妈妈妈妈 那么多人在干什么啊 快走啊 快走 在那边 就在那边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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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个人 不让 一百零七 一百零八 一百零九 一百四十一 一百四十二 一百四十三 一百四十四 一百四十五 一百四十五 一百一百四十五 一百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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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把他押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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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赢了我手里这把刀 再谈其他的 下一个是谁 这人心不静 鱼也不会上钩 这么半天 陛下不是也没钓上来吗 这狐狸本无鱼啊 那我们坐这儿 是在钓什么 钓往西 那边我们送给你了 我才不稀罕 鱼 上钩了 太笨了 都不会钓鱼 我也要一个 再来一个 忘了我们曾经 一起在这儿钓过鱼 和以前一样 还是我们三个人 不一样了 除陛下外 我们都老了 你是什么意思 说我是老妖精 不会老啊 陛下乃是天子 行事决断 非常人所及 岂能同繁俗通流 还是怨气 臣只是不明白 为什么不让范贤 早日回京 你是不是想让范贤 接管内裤啊 毕竟是他母亲的产业 陈平平 你是想让范贤 接管检察院 陈老了 这孩子何事 这孩子是不错 但是还不够好 远远不够 你们知道 他身上最大的问题 是什么 性子跳脱了些 太重情 不对 是太顺了 在你们的宠溺之下 他是顺风顺水呀 不把他置于死地而后生 怎么能当天下第一权臣呢 陛下把他留在北齐 是要用敌国手段来磨练他 若真出了事儿呢 北齐兵败一场弱势 如此近况 若有磨难 但不会有生命之险 这是陛下 最后一次对他的考验 终究还是太冒险了些 谢谢陈平令 做事就得狠得下心来 还真有余 沈仲这是想借车轮站托主的行踪 幸好有高雄 他能够顶上 他不肯放严冰云 定是想从他嘴里 撬出上京城的蝶网 那严公子恐怕要受苦了 所以咱们必须 尽快把他救回来 可是上京城这么大 锦衣未藏人 我们到哪儿去找线索 到人相助啊 谁啊 住的还习惯吗 你别说废话 上京城是锦衣未的大本营 我跟王启年不边露面 如今只有你潜藏的视线之外 得靠你了 你要我做什么 街头巷尾与人闲谈 试着找出锦衣未大佬所在 大佬 我要找到严冰云 你答应过我的 事成之后就我爹出来 是 你去盯着 我在这儿看着 大佬 锦衣未大佬 大人 怎么样了 范贤与王启年 偷偷溜去城南 眺望客栈 入城时南庆车队溜走的那个 就藏在那家客栈吧 正是 如今范贤与王启年 躲在屋内 那个事先躲藏的家伙 却偷偷溜出了客栈 事先不齐 也算聪慧 可这上京城 是咱们锦衣未的天下 盯住那个出客栈的 是 还没改好啊 大人请宽些些日子 还要再改一改 行 那就再改改 是 大人 这不对啊 怎么了 这外边还有人盯着 就我多年跟踪潜行的经验 不会认错的 这是北齐的上京城 盯着咱们是他们的本分 大人 刚才郭宝坤走的时候 也有人跟着 我担心郭宝坤的行踪 已经暴露了 肯定暴露啊 啊 啊 晚安 词词 歌曲 词词 词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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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忆在前世今生里 不停的教诲 满满心河醉 转眼见春去秋来 眼儿已难飞 谁又能设下和你 这一生笑碎 在梦里转了千百回 看落花屋檐 流离终年复一年 细数这余年 纵然是在故乡间 绊落千年 无悔无缘 小小红尘思念如从前 听笑月已无年 留一把温柔的心 探过这余年 纵然是花过千山 一路枫叶 你始终与我 并肩 人落花屋檐 流离终年复一年 细数这余年 细数这余年 纵然是在故乡间 断了千年 无悔无缘 小小红尘思念如从前 听笑月已无年 留一把温柔的心 看顾这余年 纵然是花过千山 一路枫叶 你始终与我 你始终与你始终与我 你始终与你始终与我